刚刚7月中,我们又去旅行啦 今次我们是去泰国加越南的 我们在曼谷玩完之后就会直接搭飞机飞去越南的演讲啦 我们的机程大概是1小时45分钟,其实是非常之快的 提一提大家,只要你是刺液特区护照入境的话 都一定要做网上签证先的 网上申请越南入境签证的方法都很简单啦 你上去的网页啦,接着就会upload你的照片,upload你的护照的资料页 然后就打回一些个人资料,最后付钱就已经可以等结果啦 大概其实几天就已经有结果 那当有结果之后,你就print那张签证出来 到时入境的时候就需要检查啦 到了演讲啦,演讲机场其实就不是很大 我们过完海关之后,见到的行李带都只有几条 在拿行李的地方旁边就有一些counter,主要是买电话卡的 但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在深水埗买了一张 是给泰国加越南都适用的电话卡 所以就不用在这里买啦 我们拿完行李,一出门后就已经是的士站啦 而的士站的旁边就有一辣店 他们主要都是一些长钱的店 不过他们真的非常热情,是害怕了我和c先生 而且我听到有些职员他说的汇率都是比较差一点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在那里买啦 在演讲啦,如果你从机场出到市区 其实都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 主要都是依靠的士和搭买的士 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就选了call grab的 我们今次在演讲住的就是这间沙拉德蘭 Beach Hotel 酒店的大堂都挺大,挺阔落的 我们去到的时候他都会给毛巾我们抹手 然后有一些welcome drink 他喝下去就有点像凉茶 查询完之后,职员会带行李带我们上房的 我们今次选的就是商人床部分海景房型 他这间房也都挺阔落,而且是很干净的 他这个窗台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美溪沙滩 那个view真的挺正的 洗手间就算是一个正常的洗手间 他也都提供了你所需要的日用品 例如化妆棉、梳等 这间酒店我都给他几个高评价 第一,他价钱也很便宜 因为五百多元一晚 但他已经可以看到海 最重要是他里面酒店的所有职员 无论是check in的职员 你去吃早餐,还是执房的职员 都非常有礼貌,有笑容 所以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间酒店 放下行李之后 我们再搭grab出去了汉斯场附近 来到汉斯场附近,第一件事就是要唱前 在演讲据我所知 要唱钱都是找金铺唱钱 而我们就找到这间金铺 它是非常多游客来唱钱 那我们兑的回率就是2970 那我们就没有特别可以价格的 但是对比起机场的回率来说 它已经好很多了 另外也要提提大家 原来他们是不收一些比较旧的银子 譬如说是11年12年的1000元 他们是不收的 那是要到16年的1000元才收 所以如果你们都是按钱过来唱钱的话 就最好看一看那些紙币 它那个年份是不是都是比较新一些 如果太旧的话 有机会来到是唱不到钱的 我们唱完钱之后 就在汉斯场那里逛逛 它有很多店主要是买一些藤製品 例如有藤袋 或者一些藤帽 或者甚至乎是家具 另外商场里面有些买杂货 买果干 咖啡 或者一些衣物类 那其实我除了对一些藤製品有兴趣之外 我也不觉得自己会在那里买到东西 再加上其实是很多游客 所以我们走了一会就走了 走完汉市场之后 我们就去找食物吃衣桃 那我们就去了这家Fer 29 那在越南 当然很出名就是吃越南粉 那我们就选了一个 就是一个特别的越南河粉 另一个就是一个烧肉的米线 然后叫了一个春卷 但是令人很失望的 就是我觉得我叫这个特别的越南河粉 我就觉得这个汤底 和我的期望有点不同 它是真的很清淡的 我已经加了很多青檸 一些香叶 辣椒 但是它也是很淡的 而且它的河粉真的很软 所以整体吃下去 我自己觉得一样的 相反 C先生说的这个烧肉米粉 是很好吃的 它本身的烧肉就烧得够香 然后肉又够嫩 而它的汤底很野味 我们也叫了一个春卷 它的春卷也很好吃的 因为它的外皮炸得很香脆 里面有一些萝卜丝很爽口 有些肉碎又很野味 所以也很值得叫的 至于粟米奶 我就觉得像日本喝的粟米汤 不过它整体稀一点 而且它没有粟米粒 两碗面再加一个小食 再加两个夜饮 都只是港币80元 真的非常值得吃 吃完饭之后 我们就经过了影片说粉红辣椒糖 虽然是正午时份 年日当空 但是也非常多游客 这间椒糖粉红色 的而且也挺适合打卡 但因为它也比较小 所以真的打卡点不算太多 其实很快拍完就走了 由于天气都非常热 和好晒 我走了一会儿 就想找一间cafe 休息一下 我们在附近逛逛逛 就看到一间 黄色小屋的cafe 看到它的装饰都不错 所以我们就进去试一下 我们就叫了一杯椰子咖啡 和一杯士多啤莉橙茶 椰子咖啡 椰子是一个椰子沙冰 所以喝下去也挺有趣的 如果你不拌均匀 你就好像在吃沙冰 再加咖啡 你拌均匀 就是咖啡 加了一些椰子味 至于我选的士多啤莉橙茶 其实我觉得它挺像 香港首饶飲品的水果茶的味道 然后它底下还有少少爆珠 这间cafe 都保持着很多游客进来 不过它就不会像旁边 越贡咖啡那么多人 所以反而在这里 我觉得更舒服 你可以慢慢打卡 慢慢休息 又不会人来人往的 好像很逼劫 休息完打完卡之后 我们就去了龙桥那边 其实龙桥也是演讲一个 很名称的地标 不过它就逢星期五六日的夜晚 才会有表演 因为我们是平日的星期一 所以我们都没有机会看它的表演 所以我们就拍一张到此一天的照片 那我们就走了 去越南少得吃法国菜啦 下一集就会分享我们去的法国餐厅 如果你都有兴趣 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出新片的时候 你就不会错过了 下条片见 拜拜 拜拜